苏陪上失恋了 小主被华妃娘娘罚贵了 大胆 黄昏现在如何了 皇兄不用担心 臣弟已经救下了万平娘娘 郭郡王 你不知道私闯内宫是死罪吗 臣弟是不忍看皇兄容易有损 华妃娘娘还是先担心自己吧 皇上 臣妾冤枉了 就是他们联合起来陷害臣妾 华妃娘娘不怕臣妾发监控录像吗 像死 紫禁城哪儿来的监控 杀 那大家来一起看看监控吧 笑死 甄嬛这个姿势好像一句歌词 爱你不愧的牧羊 皇上好厉害 嘿嘿 不愧是朕 没还CP就是好客 只有真正的好姐妹才会一起罚贵 这就好客了 我看还不如周宁海和崔景希好客 他俩不是分属对家公司的吗 看 他俩打了段太极多有波及啊 就这好硬的糖啊 不仅如此 其他人都叫崔景希姑姑 只有她叫她姑娘 景希姑娘的意思是 这倒是有点磕道了 传证旨意 赐婚周宁海与崔景希 终究是错付了 嘿嘿嘿 十分钟后 苏培胜通过扫描转换分享的二维码加入了群聊 苏培胜将去明天修改为坦克苏培胜 大胖局当伴郎有意外收获 下周玉颖和果君王结婚 谁有意愿加入伴娘团 举双手报名 难得看拽妃这么积极 那真要报名当伴郎 话嘛 儿臣也想当伴郎 你什么时候也关心这些了 因为可以在士气书府上看到鹰娘娘 赐哥撤回了一条消息 赐哥撤回了一条消息 一周后 接近游戏第一关 看图说台词 神气做不到啊 房爷答对了 话说能不截黑图吗 翠果 打烂他的嘴 齐飞你也是伴郎吗 不好意思 看到自己的台词就太激动了 翠果 打烂他的嘴 臣妾已挂尔家是一族启事 若有半句虚言 全族无后而终 王爷真厉害 最后一张图 王爵 我的嗓子 直接进入下一环节 翠飞为什么不挂针 下一环节是脑筋急转弯 先看一段视频 去看血鸟私说 要五十只黄鲤鸟 咱们去给安平娘娘喝喜 请问苏培盛 为什么送安玲蓉 五十只黄鲤鸟 因为公里只有五十只 答错了 因为谐音 不是只黄鲤鸟 答对了 下一题 看图猜一部动画片 猫和老鼠 三个竟然猜对了 三个一天天只顾着看动画片 怪不得乘着皇上生气 下一题 一下四人分别是谁 这也太难了吧 全对了 那你这小眼神 一看就是被下药下多了 金飞撤回了一条消息 果军王好生厉害 是怎么猜出来的呢 因为只有皇兄轻生的帽子才一样 图案都是花和蝴蝶 而红艳的帽子上是梅花 代表着我和皇儿相遇在乙梅园 好家伙 王爷生了王爷 皇上将果军王移出了菌寮 瓜六抱新瓜 却无伤的有 环儿 再见我一面好不好 上午再抱抱你好不好 从今以后 我可以抱天下所有人 我再也不能把你 都在我怀里了 那你去抱皇后 抱就抱 谁在后面 小主 你被齐瓶跟踪了 终于姐 四字姓氏男鼎流 竟与四字姓氏女嫂子 存在不正当关系 首先排除本宫 首先排除本宫 首先排除所有汉军其嫂子 朝一了 你的瓜呢 四字姓氏鼎流 是果军王 四字姓氏女嫂子 是皇后娘娘 什么 什么 真见惊耳听到 果军王要抱皇后 怎会有如此淫乱之事 不要痛饥有君 安玲蓉撤回了一条消息 您怎么看 十分钟后 皇上 皇上估计在想声明文案呢 我来为皇上解忧 难怪皇后喜欢果香 老十七又叫果军王 朕很放心 老十七府中缺个打理家事的人 皇后一直协理六宫 晴晴有条 朕很放心 皇后娘娘怎么不出来变过几句 皇上可以娶姐妹 臣妾为什么不能嫁兄弟 想看更多搞笑视频 神仙配音 还在等什么 关注怀秀邦吧 下期再见